今天是2024年的3月8日 今天是38女神节 给所有的女粉丝说一句恭喜 恭喜节日快乐 希望所有的女粉丝大家都投资开心 然后漂漂亮亮 做我的粉丝就有一个好处 基本不会赔钱的 只不过赚多赚少 这个就靠大家自己的缘分了 今天就有一个女粉丝 还给我买了一个同庆楼的腊肉 什么包子给我买了一份寄给我 非常开心 因为她说她自己跟我做投资之后 感觉这个账户整体的体验好多了 只不过有一些股票还没回本 我就跟她聊了一下 她说有个方大特纲亏了 其他的还好 问我怎么样 我说方大特纲 这个的确是怎么说 是当初选择的一个考虑不够周到 就她后来不分红了 这个股票跌下来 我就跟她说 我说你要么就暂时拿着或者换股吧 然后我就告诉她换了别的股票 看她自己喜不喜欢吗 她好像比较喜欢也愿意割肉换 那我觉得那可以割肉换吧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你割肉换股 你这个股票解套了 反而更快 就很多人就不愿意割肉 不愿意割肉核心原因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心理障碍 就是总觉得这个股票套了不能够割 这个我以前炒股也有这个想法 现在就没有了 现在只要你觉得股票涨不动 或者说长期的前景不是很好 你就把它割了 跑去换别的 哪怕你追高 我觉得都可以 就有一些股票天然在涨的 你觉得这个趋势还能够延续下去 比较长一段时间 那你也可以换过去 真的 我其实现在操作股票 也没有说非要一定拿着哪个股票 很多时候就是觉得这个股票 还有一点希望我才拿着 如果彻底没希望了 我真的全部要割掉 而且因为有时候我发现 那个公司 它那个股价一直在跌 当它出了那个年报之后 它反而会涨得比较好 就是之前大家对它不胜信任 就非要等那个年报出来了 才开始涨 最近我就有发现这样的现象 一些农业的股票 之前买了就老是跌 最近出了年报 利空出记了 反而那股价就开始涨了 今天给大家讲几个话题 第一个讲一下 女基金经理 因为今天三八节 有个女基金经理叫范妍的 就离职了 她是那个原信荣丰的基金公司的 她是那个兴权基金的谢志宇的太太 谢志宇那个知名基金经理的老婆 她老婆呢 做投资比她老公做的好 她老婆呢 就叫范妍 然后她为什么离职 是因为她那个基金公司 强迫要她规模 好像要搞到 规模搞到800亿 说白了就想超过葛兰 因为葛兰现在的规模 已经降到五六百亿了 那要做到800亿 就是要超过葛兰 要做这个管理费收入大王 但这个范妍 她就做不到 就这样臣妾无能为力 然后后面就拜拜了 你就只能走了 这个其实呢 我就告诉你 就像这种原信荣丰 这种基金公司 她对这个基金经理 有这个规模要求呢 说白了就是想赚快钱 你规模要求高了 那对客户肯定就是不负责任了 因为规模和业绝对是反方向的 连巴菲特都讲过 如果他规模小 那他可能就买一些小盘股 然后年化50%了 网上都有视频的 别人问巴菲特 你这个规模 如果小你怎么样 他说如果我规模小 我肯定不会买现在这堆股票 他说他就买那些小盘股 他说他以前有十几年 他说我以前我规模小的时候 年化50%以上 他说都是有视频为证的 大家可以找一下 所以呢这个规模大呢 他的确是限制了 一个基金经理的选股 而且呢你这个规模大了 道德风险也比较高 当你这个基金在低位的时候 比如说规模只有两个亿 等你这个基金被大家都看到了 说好 然后大家重新去买 然后那个基金经理管理规模 就从一两个亿涨到三百个亿 然后你们这群二百五 傻不垃圾的 然后再两百亿规模冲进去 一买一买后面就套了 昨天还有也有一个人问我 问我那个什么包可无 那个基金经理怎么样 说这个新基金经理怎么样 我一看 都是那种那种问题 都是在别人表象好的时候 然后才问我 你干嘛不在他跌的时候问呢 对吧 你其实你问这个问题 你就已经进入了这个百分之七八十 这种这种叫什么 叫毕书的那种那种心态 就是那个基金经理表现好 你再问 那你要知道你也是其中一个韭菜 那以前有别人问我 19年的时候问我刘格松怎么样 20年的时候问我葛兰怎么样 21年的时候问我 某个做新能源的基金经理怎么样 都记得吗 其实每一段时间都有人表现好 然后2022年的时候就问 这个金元顺安的平替怎么样 量化基金怎么样 是不是都这样 就每一段时间 他都有一些基金经理表现好 你整天问这种有什么用呢 其实因为全国有五万个基金经理 光公布基金也几万个吧 两三万肯定有了 就是做股票的 那他肯定是有人在一段时间表现好的吗 那你如果每一次都看他表现好的时候进去 那 那 我问你 那谁还赔钱了 赔钱就是因为 你 没有想过自己在这个时间点介入 究竟是不是对的 难道他现在表现好 后面表现就更好了吗 难道别的不会进来接牌吗 他现在表现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有没有想过 是因为 他运气好 刚好抓了这个板块 还是说他真的实力很好 买什么股票都能找呢 显然大部分金经理都是压板块 刚好赌对了而已嘛 有些人最近压煤炭 你看那个池仓 十个里面有四个煤炭的 那这种说白了就 就运气好嘛 赌对了嘛 如果这么牛逼 那你每一个板块买一个股票 最后都是跑出来的 那才厉害啊 其实说白了很多人都是赌的 就是你 比如说你满仓刚好满仓英伟达 然后最近 涨了很多 这个我觉得也是有运气成分的 我不是很相信 有人真的是能够提前知道 英伟达涨这么高的 很多我觉得都不知道 你包括像我闺蜜 我闺蜜就 前几年买了股票 买了个台积电 后来22年 2022年吧 跌了很多 对吧 没有总 然后拿到现在 赚了40%了 那你说这个是他能力吗 其实也不是 他根本就忘记那个账号密码了 我今天才帮他 就把那个密码重制了 知道吗 他那个美股账户 搞了一个小时 搞来搞去的 两个账号密码 用户名全部都忘了 都要我帮他重新设置 连那个报税表 我帮他填 就美股 他有个W8的 那个 报税减免表 我帮他全部重新写了 资料我也填了 就怎么说呢 就女生呢 就相对来说 就在这方面 可能就 就不想管这么多吧 就女生 女生的好处 就这里说实话 就平时来说 女生做投资的好处 就是有一些琐碎的东西 其实女生不是很喜欢管的 其实女人就她喜欢管那些细枝末节的东西 一般都是 比如说那个照片 有没有批的考 那个化妆品怎么样 就怎么说 就她喜欢那些比较美观的东西 比如说的发型好不好 有人经常说 村长 你知道今天这个发型不好 他会关注这些 就女人会关注这些 但是男人一般就会关注一些技术性的东西 比如说什么财务报表 一般女生 女的股民也很少关注财务报表 就男的股民就会关注一些技术性 比如说那个K线图 比如说今天什么放量 什么尾盘 有一笔大单 你看这些话一般都是男人讲的 女人一般不会讲这些 就男人会关注那些偏技术的东西的 哪怕是财务上的技术 或者说K线图上的技术 就是这样 女生一般就关注一些情感上一点的东西 或者说她可能就相信你的 所以女生她就相当于说投资 她一般不会说压力太大 我告诉你 就女生没有什么压力大的 有一些人就压力很大 像那些男的基金经理 大部分猝死的基金经理 我历史上看的都是男的 就女的基金经理猝死的 我好像都没有印象 就好像去年年底公银的有个基金经理 姓杜的名字就不说了 因为她已经去世了 我查了一下她12月 12月死的 然后她那个基金也是那段时间跌的比较厉害 有可能就是跌的比较厉害 压力太大 然后她跑步的时候就受不了 突然就就那个血管就通不了血 然后就心肌梗塞就挂了 所以呢就我想说就大家呢 投资呢 如果你想自己身体更健康呢 真的是要学一下女同胞们的那个心态 就是赚钱亏钱的心态比较好一点 没有说那么紧张 因为我发现很多男的股民呢 就特别紧张 就亏了又不割肉 然后呢 然后亏多了上杠杆 你反正是看到那些上杠杆呢 有几个是女的 上杠杆炒股的都是男人 你不信问一下你身边的 敢在那个融资融圈那里 老是上杠杆啊 搞搞这个那个的全部都是男的 女人一般不上杠杆的 真的 好 然后呢 这个是不是讲了这个范言 那个金经理啊 第二个呢 我讲一下这个证监会 证监会呢 现在新的主席就要求说 上市公司的分红 然后呢 希望大家能够主动退市 然后能不能够争取一下 以后一年分红超过两次 这样啊 然后呢 那个有个上市公司叫玲珑轮胎的 也出来说自己会季度分红 但这个呢 我不知道这个玲珑轮胎 是不是随便讲一下啊 我要等它是真的季度分红了 我才会给它加分的 因为很多公司可能就吹牛的 可能也 也没有季度分红 可能就讲一下 等真的出现就好啊 如果出现季度分红呢 那个A股呢肯定会好很多 因为那个股价波动就会变小 因为我讲一下这个分红啊 有些人问 为什么要一年分四次 而不是一年分一次呢 这个其实很简单 你一年分一次 那一年365天里面 那就有364天你都在赌博 因为只有一天分红 剩下那364天 你闲着蛋疼 没事干 对吧 就我们广东话说 就大喊毛也走 我高高 是吧 丢丢肥 可能没有赌博咯 知道吧 就没事干 就想赌博了 但如果你一年 比如说12次分红呢 就每股有一些公司 一年12次分红 那你如果降了股票 你就不想动了 因为我反正每个月 都有被动收入 你干嘛要动啊 虽然说股息率 比如说四个点 但一年分12次啊 但是你就觉得 每个月都有前进 你就不会随便动 那些随便动的股票 一般都是不分红 或者说一年只分一次啊 特别是不分红的股票波动大 因为本来就全部玩的 都赌徒吧 就好像我 我既然讲了奥飞鱼了 这种 这几年没有分红 那在里面买股票的人 干嘛呢 赌嘛 对吧 所有人其实都赌 只不过就看谁赌的 更高明而已 但是那种分红多了 我举例比如像双汇啊 这种你看波动就很小 双汇除了20年来 还有一波大的 其他时间机股价基本不动 为什么 因为股东大部分都是在吃分红的 包括我 包括其他股东 我相信双汇里面的那些股民 极大绝大部分都是拿着股票 不动吃分红的 每天交易那些人很少的 就在这些股票上面做差价的 都是傻逼 我告诉你都是傻逼 为什么呢 你想一下一年两次分红 那你做交易的话 那你那个分红肯定要交税 对吧 这个不开玩笑吧 你肯定要交税 那他分的越多 你交的就越多啊 那比如说他分 比如说你那个股票分100万 你一个月以上卖 交税10万 如果是一个月以内交20万 哇你想一下这个钱白花花了 直接就给政府了 那你真的爱国 说实话 我真的 我说实话 我也有交税 但我没有你那么大方 主动 主动把那个20%的分红 就贡献给国家 那这个 对吧 国家的建设感谢你 真的 我没有大家那么大方 就我也会交 印花税 分红税 有时候也会交 比如说涨多了 但我不会说主动交 就这些人是主动交 而且他希望在自己主动交 百分之20岁的情况下 然后通过做差价把别人干倒 那这种人就特别伟大 就这自己在疯狂 交20%红利税的情况下 再加上这个印花税 然后再想着通过这个做差价 把其他市场上面的人 大部分都干掉 这种人就顶级高手 说实话 我其实做不到的 所以你看我散西没业 大家说春城减仓了 对我是减了一点 减了也没有超过10% 好像就最多10% 为什么我不减光呢 第一个 我有一些筹码持有的时间不够长 我卖的那些是拿了一年以上 就拿了一年以上的一点筹码 我卖那些真的是两年前买的 就为什么卖了卖了 是我觉得我要拿这个钱去买点别的东西 我不想集中在陕西没业 我不想光赌这些股票 因为他占我那个portfolio 就那个组合占比也有个六七个点 我觉得不少了 我要减一下换换去别的地方 换去别的地方 像那小盘股 我觉得那个小盘股挺好的 最近买了一些小盘股 就一些 怎么说呢 就是那些制造业 我现在买了一些制造业的一些小盘股 像那些什么电路板 什么电子类的 有一些我买了 反正我就分开钱 我就把那些小盘股分别买了一点 然后这个就顺便讲 反正就总结告诉你 分红很重要 分红频率越高 股价波动率就越低 分红只有一次波动率很大 如果分红金额很少 波动率 股票波动率更大 风险也很大 其实来说就是一年两次分红 一年四次分红 然后分红比例比较高的公司 一般股价波动都比较小的 很多就大家能够自己 高速公路就典型 高速公路分红金额高 虽然一年只有一次 但里面的人也是大部分是吃分红的 所以股票波动就比较小 好 这个讲完分红 然后再讲一下这个京东 京东前几天说回购30亿 然后一天股价涨了17% 我告诉你 这个京东有点忽悠的 因为它好像21年也 我记得它也宣布过回购30亿 最后只回购了三个亿 它那个30亿说是最高上限 说回购30亿 实际上回购不了的 大家不要信 这个公司我觉得 就刘强东都放了 都是什么吹牛的 就是那个跑火车 就普通话叫跑火车 对吧 嘴上跑火车 我们广东话就叫切胎炮 就他就切胎炮的 所以这个京东我觉得就有套路 算了 不要不要看这个股了 而且也基本上被拼多多干掉 没什么意思 然后再讲一下国内的那些AI股 好像就有一个公司 就比较有有业绩 就真的有业绩 就是那个工业妇联 就那个鸿海精密下面 就那个 那个啥 富士康下面的那个公司 工业妇联 它好像也是有做 做那个服务器主机的组装的 它应该是有点利好的 所以它最近这个涨起来 可能不是炒作 可能是真的能够赚多点钱的 所以工业妇联 这个公司应该是 比较像样一点的炒作 怎么说 就是说它炒作起来就有点料 而不是说光炒概念 你比如像那个万星科技 这种就光炒概念的 就完全没有业绩的 我觉得大家就你炒股票 其实你尽量炒的时候 要想一下后面这个钱 会不会没赚出来 或者说这个钱会不会只赚一次 如果只赚一次 你就杀腿就跑 如果它后面这个钱 赚的钱能够有一点持续性 那可以稍微跟你想 说实话我也觉得不用怕 只要它赚的钱 真的是变很多的 那股票其实真的是可以跟的 最怕的就是那种纯概念 完全没业绩的 你最后就变成 那个骑虎360那样 最后就一个炮 看一下 拍了19分钟了 好再讲多一会 再讲一下 奥飞娱乐 因为也有人问我 奥飞娱乐会不会倒闭 我自己看法 奥飞娱乐应该比较难倒闭 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因为现在国家不是搞什么新制生产力 对吧 其实我也不是很懂什么新制生产力 我看到它那个描述是有规定的什么新能源 锂电池半导体 但我觉得可能这个只是随便举例 我觉得什么新制生产力只是一个说法 其实重点就是你不要搞老经济那一套 就是以前那些什么基建 房地产 水泥 钢铁 工程 什么建筑 这些全部都是旧的东西 所以以后我们投资就尽量少碰这些东西 就基建类的 特别是那种傻傻大 不是说错 是那种就是一次性生意的 不要碰了 就以前那种跟房地产关系大的 就一次性的生意就不要碰了 你像奥飞娱乐这个 我觉得它应该 政府会更加爱护它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广州的动漫的第一股 首先它是不光广州 全中国最大的一个动漫股就是它了 然后广州市政府应该也觉得 这个公司有前景 首先先说它有前景 而且它有一些很多的IP 比如喜洋洋 什么超级飞侠 一大堆 然后后面那些就概念了 就是什么搞人工智能 搞游戏 搞动漫是它主业 什么四驱车 那些玩具也是它的 所以我觉得就肯定不会说不帮它 比如说它有点资金困难了 肯定会尽量给它贷款 说实话 所以这个公司应该是能得到 广州政府的一个偏好 因为看它以前那些新闻 都觉得它跟政府关系蛮好的 澳飞娱乐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不会随便倒闭的 而且你想一想你这个倒了 有很多IP就没有 对吧 我觉得应该不会 你总得有个 你总得有点动漫的东西 你现在不是说文化自信吗 是吧 各种自信 那你总得有点东西 你像我买那个网易 你这个什么澳飞娱乐 这不都是中国文化娱乐的龙头吗 一个是梦幻西游 这个是什么 什么喜洋洋灰太郎 都是最龙头的 有哪些比这两个出名 你们自己想一想 就最有历史 最有中国特色的 就梦幻西游 还有这个什么喜洋洋灰太郎 所以这个澳飞娱乐 我觉得是有希望的 而且它这么 这公司还是蛮小 不算很大 一扬百亿 那一扬百亿的话 那如果你全中国 我先不要说它做到全世界 你就全中国 稍微做好一点 这个动漫难道就只有一百亿吗 我觉得最起码比万科要大一点 所以它应该永远都有炒作的想象空间 只不过它这个利润后面怎么赚出来 这个很难讲 有可能永远 不是 有可能最近几年都是这种 像个垃圾股那样 什么五块钱到十块钱来回动 以后如果它真的是利润变好了 到时候我们再去看 看它能不能够突破这个十块钱 能不能够是 比如说做回到六十块钱 但暂时应该没有这个机会 暂时还是小概念 和那个什么天神娱乐差不多都是那种垃圾虎 好 今天就大概讲到这 总结一下 今天讲的第一个就是妇女节 就女神节 讲这个女人 就女生做投资 就心态更加好 就男粉丝们 就过于执着 过于抠了些什么每天的行情 搞到自己身心疲惫 我就不会这样的 我都是学女生的 你像我闺蜜就最好了 买了个美股台积电 拿了几年了 忘了 忘了 当然也有亏的 但是我想说 你往往你忘了 反正账户表现可能更好 你天盯着反正账户不好 就操作太多 像我衣裙 有一个人 我觉得他太聪明了 就整天每天操作 总觉得 每个差价都想把它做清楚 但我觉得人很多时候就聪明 反被聪明误 你越觉得自己特别聪明 你操作的越多 最后你就会被市场抛弃 就像股票 一块钱涨到一百块 结果你在两块钱以下 你可能打短线就打没了 后来涨到一百块 跟你没有关系 好像鱼香鸡丝 以前我熟悉的股友 就这样 19年刚认识他 就说美股泡沫很大 如果那时候你信他到现在 那就错失了一倍多的涨幅 就光指数而已 我还没算那些人买英伟达 买英伟达那些赚十倍了 都发成猪头了 就不要觉得自己太聪明 真的 有时候这顿一点 好吧 今天就讲到这 希望大家就点赞评论分享 很多人看我这个节目 还没点关注的 赶紧关注 关注起来 好 有空我再给大家开个新的微信群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女神节开心 拜拜 拜拜